好了, 大家晚上好 在之前的影片 我做了一個 鹹蛋蒸肉餅 剩下一些豬肉 今天晚上 我想跟大家分享 一個 很有特色, 很好送飯 但是不辣 不算辣的菜式 叫村味 魚香豆腐 首先 我有一些已經拌好的 半肥瘦肉餅 大家看看, 我放了一晚 所以大家很多時候 不要說每餐每餐拌 一拌可以拌兩三天 可以看看效果 是不是多麼結實 和 一點水都沒有 我雜測了60度 這個肯定很好吃 接著 說明村味 我們一定要用這一隻 這個呢 這個牌子叫做七里香 但實質上叫做什麼呢? 大家看看 這個叫做 紅油皮圓豆瓣醬 皮圓豆瓣醬 跟我們在超級市場 或者是 在餐廳一般用的豆瓣醬 那麼辣的豆瓣醬 到底有什麼分別呢? 一定是 這個叫做皮圓豆瓣醬 為什麼叫做川菜之雲呢? 它被譽為川菜之雲 就是全世界 全中國 就只有一個 就是四川省的皮圓 皮圓呢 就是成都市的 其中一個屬下的縣 以前來說 它就是專門生產豆瓣醬 它的特色就是 豆瓣醬裡面 是有 什麼? 有蠶豆 所以它的香味 特別濃郁 和特別鮮過人的 曾經我見到 有些師傅 就是拍片 當然是做川菜 他就被人笑 那些觀眾就笑他 不是吧? 豆瓣醬要切? 你什麼玩法? 這些人 他就是見識少 就少見多怪 為什麼豆瓣醬 都要拿刀閘他呢? 因為有那些蠶豆 大家如果小時候吃過的蠶豆 是不是很大粒 是不是? 一片片的 他們這些豆瓣醬 偶爾會找到蠶豆出來的 所以 如果是一個正常的村菜師傅 如果他想他的菜 賣上更漂亮 和做得更細膩的口感 一定會拿豆瓣醬來襲的 可以嗎? 以後不要這麼大驚 小怪 小見多怪 去笑人家 大哥 人家說都是四川人 說都是村菜師傅 人家家怎麼做? 難道不知道嗎? 還有一件事就是 今天 我這個雖然說是村味 這個魚香豆腐而已 但是 我可以跟大家說 跟大家所想像 記憶中 或者感覺的 村菜一定辣 錯到離譜 和不一樣的 為什麼呢? 本身呢 皮軟豆瓣醬 以我來說 我自己覺得連BB辣都不如 不過他真的很香 所以他叫做村菜之雲 但是呢 現在我們香港呢 一般 就是餐廳所用的豆瓣醬 通常就是某大廠出品 我們本地生產的 叫做豆瓣醬 他有時候呢 又叫做四川豆瓣醬 但是其實呢 他根本就不是四川味的 他得的是什麼? 鹹和辣 OK 所以大家呢 會記憶之中呢 就說 哇 村菜一定辣 其實是錯的 我已經說過很多次了 我經常去重慶成都的 喂 當地人不是經常吃辣 餐餐吃辣的 難道真的 火燒厚爛嗎? 天天都 是不是呢? 哇 真是還得了 因為呢 其實吃得多辣呢 間不中呢 你一下子消化不了呢 真的有火燒厚爛的感覺 大家說是不是? 那所以呢 我希望大家拼除這個旗見 這個是先入為主的誤解 其實村菜可以不辣的 今天我做這個呢 是有一點微辣 然後很好送飯的 OK? 那廢話 我特別多廢話的 有些觀眾就不習慣 那你不習慣就去其他地方看 別人在其他地方 不會說這些故事給你聽的 不會跟你分享怎樣去分別村菜 不會分享為什麼我們記憶中的村菜會辣 因為為什麼? 來到我們香港就只有辣字 就沒有了香字 OK? 其實村菜呢 主要 它呢 它一個成功的村菜 主要是什麼? 鮮 香 最後才是辣 但是來到香港呢 鮮沒有了 香沒有了 就剩下最後才是辣 OK? 那這個就是長久以來 大家的誤解 好了 那講完 這個廢話 那 只是肉碎不夠的 肉碎呢 就可以令到這塊豆腐呢 增添那個肉香 就吃起來 那個味蕾的感受更加豐富 OK? 但是 味蕾豐富 都沒有用的 我們還要呢 豐富這個 口感呢 我們就買一塊炸菜 現在這炸菜這麼大塊 所以我買兩塊 半塊 那整塊 扔下去 浸水 OK? 好了 那大家看到 你那塊豆腐去了哪裡啊 那塊豆腐呢 我就在這個盒裡面 那塊豆腐呢 那我家市呢 我就帶這個盒去的 那呢 最好呢 就加一點水 然後呢 兩個豆腐 拿回來 這個呢 就叫做包仔豆腐 大家看一下 我用盒裝著 是不是很完整啊 那之前呢 我經常都不記得大盒的時候呢 那些豆腐 無論我多小心 當然是有裂痕的 那 但是大家看一下 我兩塊 兩塊都很完整啊 那一買回來之後呢 就立刻拿水沖 沖乾淨它之後 再注入新水呢 再放進雪櫃 就可以放兩三天都可以的 啊? 豆腐可以放兩三天? 當然可以啦 但是你要處理得當 一回來呢 我們就要立刻拿清水沖 沖乾淨它 就沖乾表面那些酸菌 令到發酸的細菌天氣熱了 今天真的我站在那裡 嘩 大哥 站在那裡漏油 然後呢 我走到陽光底下呢 走了一小段路 大概都不夠五十米 我已經整身發滾 開始流汗了 那所以呢 在這樣的夏天 我們呢 其實要保存食物 是需要技巧和程序的 OK? 那我現在換一換水 因為其實現在呢 我還未煮飯的 那我先是介紹了材料 然後呢 洗了它之後呢 我們再 給它一點水 然後就浸著它 這樣呢 我們呢 隨便蓋一下它 不要讓它有塵就可以了 OK? 行不行? 接下來呢 這個炸菜 整塊浸多久呢? 大概浸半個小時 如果你想快的話呢 切了一粒之後呢 就浸幾分鐘 跟著之後 換水 渣一下它 這樣呢 就可以是令到它 就可以快一點了 那這個現在剛剛是一個方法 那既然是這樣的 我就順手了 那之前呢 我煮的那個 鹹魚頭 這個 山菜湯 剩下半條 我們準備好 所以我就想到 又剩下一些肉餅 那我就想到 鹹魚混肉餅 再混豆腐來煮 那一起呢 就 丟下去 和那些炸菜一起浸 那剛剛好 那大概浸十幾十分鐘 OK? 基本上這個鏡頭就是這麼多了 下一個鏡頭呢 我就會是 就是 起肉 起鹹魚肉 不用什麼了 不用看了吧 不用看了吧 切那個炸菜粒 都不用看了吧 OK? 下一個鏡頭呢 我們就直接 下去炒菜了 OK? 等一會見 好了 大家 這樣就 已經是 煮水了 那我們做什麼呢 我們呢 就是要 先炒一炒豆腐先 其實呢 豆腐呢 炒不炒呢 其實都沒有所謂的 不過呢 就 以防萬一夏天 它有些酸味在表面呢 炒一炒就好些 如果不是其實呢 豆腐呢 只要是直接下水煮呢 只要煮夠它熟的話呢 其實就很軟滑的 因為其實呢 就時間越長啊 那麼呢 那個豆腐本身呢 就會是越容易呢 就是硬身 硬身的豆腐就不好吃了 是不是? 那現在呢 我就已經是 滾了水的了 那麼 我稍微呢 就下這個豆腐吧 煮一下它 炒一下它 過一下水 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等它滾 等它唱一唱 那麼呢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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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菜呢 我就切了粒的 那麼呢 大家要注意一件事呢 就是先頭呢 我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都有提醒 不過我以防萬一 大家不記得 就是 可以整個泡 你泡呢 泡半咒 或者泡一兩個小時 其實都可以的 那就可以去除它的鹹味 但是以防萬一呢 就是 它不夠味 大家要試一試味啊 那麼呢 如果它鹹的頭的話呢 切了粒之後呢 只要呢 拿水 浸一浸它 浸幾分鐘 然後這樣拿它 這樣拿它 這樣拿它 拿它 拿回它的水出來 這樣呢 炸菜就不會鹹的了 那麼現在呢 豆腐就差不多可以了 那麼豆腐隨便 出一下就可以了 如果不是的話呢 主要就是 不用它滾的 那麼主要呢 就是 清除它表面 可能會發酸的那些味道 還有那些細菌 那麼它酸呢 其實就 你只要煮得它夠熟 就那些豆腐都不會吃到你肚餓的 就是酸還酸啊 酸就不足以你肚餓 但是呢 就大家 就是 吃下去就覺得不好味了 那麼好了 那麼現在呢 我就做完了 跟著呢 就倒了點水它 稍微沖一沖它 跟著繼續大火就燒鑊 那麼我們就開始就做了 那逐步逐步來啊 那麼大家可以看看我怎麼做 一氣呵成啊 拿回那個這個皮圓豆瓣醬出來先 先 記住啊 煮村菜呢 要煮村菜 就一定是用這個 你不要理它什麼牌子 一定是皮圓豆瓣醬 它的特色就是有蠶豆啊 所以呢 它的味道都很特別的 就跟我們呢 所謂的港產 很多大牌子的 即是很出名的啦 賣到全世界都行 那兩隻牌子啊 那它那個 所謂的 四川 豆瓣醬 其實就 一點都不是四川味啊 好 跟著 就只有一個辣子的 那 我跟大家說話的時候 其實呢 就是 撇掌口缺啦 大火燒鑊 建煙落油 再建煙 那我要來煎呢 那我就收小火啦 那大家看到我 咦 看不到啊 那可以看到我那個 就是那個手勢啊 控制火力的手勢 現在它出煙呢 出了那麼久呢 就180度了 稍微再降一降溫 好 等它沒有煙了 然後呢 這個鹹魚呢 我先留著大家看到我浸 那浸完之後呢 我們呢 就切粗粒又可以 又粒又可以 這個時候呢 那些鹹魚呢 那些腥味就出來了 這個時候就很臭的 整天呢 如果大家有機會呢 剛剛下午茶呢 去那些茶餐廳吃東西 總是聞到一股臭鹹魚味 就是因為它在炸鹹魚啊 這股醣是下午茶 有一點點黏鍋底都不理會 那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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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盡量啦 那麽呢 煎至他呢 就甘香啊 那麽呢 那麽呢 那麽 那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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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麽呢 那麽呢 呢 呢 大家看看,是否很乾身 所以這個肉餅,大家要記住,我經常跟大家說 拌肉拌得好,整個菜就成功了一半 大家看看,只要我背口缺背足 大家看到,再加上我拌肉拌得好,不會黏底 開大一點點火,因為現在開始 我給大家看看,那些鹹魚要做到什麼程度之下 它就沒有了那些... 大家看看,是不是很脆,好像炸鯪魚一樣 大家記不記得那些炸鯪魚 那些豆豉鯪魚,那些罐頭就是這樣 這個時候,開始升溫了 然後我反轉它 只要煎到肉碎,就有這種...大家看看 有些甘香 如果我拌的肉餅,拌得好看的話 其實我們大家煎的時候,就好像煎鯪魚滑一樣 煎到這麼漂亮 這個時候就打散它 好,那這個時候呢,我們就開最大火了 這樣呢... 料頭有什麼呢? 薑片和京蔥 如果沒有京蔥的話,放普通的蔥也可以 可以 好 好 那這些呢,有另外一個蔥 然後撥完京蔥下去 如果有京蔥就比較香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不會放很少京蔥下去 我們通常會放很多京蔥下去 連薑和京蔥一起炒 好了,到這個時候呢 我們呢 就把這個... 浸到它淡了味的 浸好了的... 這個... 炸菜呢,就放進去 嘩 話就說是村味如香 不是,豆腐了 好像肉比豆腐還多 沒有辦法 我先後悔了 現在呢 是買少了那個... 豆腐 豆腐少那頭 好了,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放這個... 豆瓣醬 嘩,好香啊 真是 這些呢 就是皮原豆瓣醬的特色 兩湯匙 大家會看到呢 在鏡頭裡面呢 那些肉碎被我打散了 但是呢 大家看真一點的畫面呢 那些肉碎又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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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好了,那不要仍然icar 炒在 bioido 融合 belang zeit子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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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彈羈曾經 因為我這個肉各樣的材料比較多才加上去 那麼那個水就加下去 那個標準就是不要過了它的表面 就剩下一點點這樣凸起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蓋上鑊蓋 等它出味了 這個時候就是豆瓣醬那些肉就出味 將肉的味道又灰回去那個什麼 就是那個榨菜那裡 變成本來榨菜已經浸淡了 但是現在這樣煮一煮 它又會是那些榨菜又有味 那好了這個時候呢 我就不用多的 那見它了 開始滾了 那我就先滾三分鐘 OK 但不要滾得太久 滾得太久的肉就老了 那三分鐘之後見啦 好了現在呢三分鐘就過了 那我們看一下結果先 千萬不要看它那麼紅 其實呢 其實呢 是 就是 不辣 OK 我試一試味 那這樣 現在呢 味道就差不多了 那如果大家不想那麼鹹的話呢 就不需要再調味再放鹽糖 不過呢 我個人呢 就放鹹一點點 為什麼呢 因為這樣就可以 是好送飯 那我輕輕一點點鹽 然後呢 放些糖下去 然後呢 我放一二三四 大概啦 兩至三茶匙的豉油 OK 好了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調完味了 然後呢 把豆腐放進去 把豆腐放進去 那這樣呢 這個時候呢 那些醬汁呢 就不是很稠的 但是呢 又沒有什麼水喔 那所以呢 這個時候呢 我就做一件事啊 做什麼呢 等一下先 那呢 我就要打一個薄芡下去啊 等一等先啊 哎呀 我要拿 生粉 這些我們這些是真實家廚來的 那所以呢 就整天都漏這個漏那個漏 那那 那大概呢 就放一茶匙 那大概呢 然後呢 大概呢 二三十mL的水 那 那呢 就稍微呢 就煮滾它 然後呢 然後呢 給那些豆腐呢 就是有這個 吸了那些味 那 就已經OK了 這個呢 我豆腐的比例呢 就不夠多 這樣啦 等它吸了水之後呢 其實呢 就已經OK了 那已經是煮完了 那我可以保證和大家說呢 不要看著它那麼紅 就想著呢 就一定是很 就是 好這個 是 辣啊 實質上呢 它就一點都不辣的 就和大家呢 吃粥呢 放胡椒粉的辣度 是差不多的 那我再說一次 啊 村菜呢 其實就不代表辣的 OK 那等一會先 我要 哎 調轉它 哎呀 那我就稍微是 嗯 關一關機先 我弄一弄之後呢 我再和大家去做總結 好了 那大家 終於換了個機位啊 因為呢 我現在用的是超廣角 那 DECON那支 12-28P Power Zoom DX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就是 焦距太短了 那所以呢 我就不可以同一個視角 做完所有事情 那我換一換個位 那但是這樣呢 亦都令到大家 啊 有個清新的感覺 那大家見到 首先第一件事呢 我就說真不好意思啊 本來呢 我這個菜呢 名字就叫做 村味 這個魚香豆腐啊 那但是呢 呃 現在呢 變成了呢 好像是 啊 炸菜 鹹魚炸菜 肉粒 就是豆腐這樣 那就加了村味 下去 不過呢 我依然都不會去改 那個名字了 那其實原本 就應該要這樣的 因為豆腐應該多些啊 那但是呢 今天呢 就第一啦 這個也是 加廚那個 限制來的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 即 我希望大家明白 都是那句 我們追求呢 專業的味道呢 是正確的 我們追求更加 好味的味道呢 都是正確的 但是很多時候呢 我們作為一個家廚呢 我們盡量利用所有 家裡的廚餘啊 那所以呢 那大家都明白呢 就是說 我這個菜呢 本來的意思就是 因為我昨天做了 鹹蛋肉餅 做多了一個肉餅啊 那所以呢 我就用餘下的肉粹呢 就拿來呢 是製造一個新的菜式啊 那所以呢 左配右配之下呢 變成呢 那個份量就比較多 比例就不合成比例了 那但是 是不是不成比例就不好吃呢 當然不是啦 那如果是大家 真的堅決的話 只是吃豆腐的話 豆腐的比例多些 肉粹呢 譬如鮮豆的肉粹呢 我放一半咯 這個炸菜都放一半咯 大家明不明白 這些是走盞的 不過呢 我希望大家明白就是 我們家廚都有家廚的限制 在我們實際操作的時候 很多時候是根本是跟不住 那個標準的配方 也都可以這樣說呢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呢 所以我永遠都不會給出一個文字的resume出來的 即食譜出來的 意思就是這樣了 好了 講完廢話之後就總結了 我們這個菜其實就並不難做 亦都非常之簡單 首先呢 有兩個特色 第一個呢 我們用的呢 就是一定要是四川皮圓的豆瓣醬 這個是 川菜之魂 如果不是用這個豆瓣醬的話 你用什麼豆瓣醬 你不要跟我說你正在做的是川菜 OK 因為川菜呢 不是只有一個辣字的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去到外地 即是去到外省也好 那很多時候去到外國更加自然 就是買不到這個皮圓豆瓣醬 可不可以用 港產的那些 它標明說是四川的豆瓣醬 行不行 當然不行 因為呢 港產的豆瓣醬 四川豆瓣醬 它是缺少了一樣東西 叫做蠶豆 OK 行不行 那所以呢 如果大家真的想嘗試一下 村味的話 就一定要用它 本地生產的豆瓣醬 就一定是有蠶豆 那種味道呢 那種香氣呢 是不一樣的 OK 行不行 好了 這個是第一點 第二呢就是 其實村菜呢 記住它不是只有辣和鹹的 其實呢 村菜是鮮是鮮是鮮 先行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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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行不行 跟著之後才是鹹 辣 辣是放在最尾的 那所以千萬很誤會 就是村菜一定是辣的 我現在呢 用了這個四川豆瓣醬 要說一下不是四川豆瓣醬 是四川皮圓豆瓣醬 那它就有一個鮮香在那裡 那個辣字很輕的 OK 行不行 那我現在呢 我要親自試一下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講才講得出呢 就是 到底啊 那個 到底啊 那個是 那個辣度去到哪裏 大家可能會不相信的 隨便拿著羹吧 喏 我現在呢 畢點醬 畢點 畢點 這個是 大概 喏 我現在吃了 首先第一件事 我攪的肉碎 真是不得了 大家不喜歡跟我一起做就行了 做一次不好吃 以後都不要跟我 這樣呢 接著我現在吃下去呢 就是那個 應該大家都聽到 我咀那個炸菜嗦嗦嗦嗦的 那這個鹹度呢 我現在呢 是偏鹹 大家先頭我都說了 因為 我調味的時候說了 其實呢 有肉碎的鹹度 有炸菜的鹹度 有豆瓣醬的鹹度 其實你基本上 不用怎樣調味都可以 但是呢 為了它好送飯呢 我現在呢 就將它調教成 就少少少偏鹹了 這樣呢 這個就一定好送飯的 接著然後呢 我再試一下 一塊豆腐 的豆腐呢 那豆腐呢 有少少硬的 但是下天呢 沒有辦法的 我先頭講 那很多人呢 就建議呢 就是那些豆腐呢 就是那些豆腐呢 下鍋之前呢 就要飛水 那其實呢 那這樣呢 我個人認為呢 是不對的 除非在某一些特定的日子 譬如今天很热 你怕豆腐变 有酸味 那你就可以先下去稍微灼一灼水 让表面的细菌和酸味离开 变成它就不会有酸味 现在我的豆腐都没有酸味 但我自己个人觉得它已经硬了 如果大家想吃一个 川味鱼香豆腐也好 或者其他那些 我刚刚又重新制作的 多个语言版本的 那个咸鱼加粒豆腐也好 其实最佳 很多人就说教人煎豆腐 其实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 因为为什么不对呢 你煎豆腐 除非你控制火候 控制得非常之好 如果不是的话 很多时候大家为了煎焦的表面 为了要令到它不要散 很多时候煎到豆腐干了水 是硬身的 那就不好吃 其实豆腐是要是 有几种吃法 你喜欢吃硬身的 没有人会说你的 没有人会质疑你的 但是如果大家想吃真正的滑豆腐 其实就是我们下去 一落锅 煮 随便煮一煮 让它热了 让它熟 再翻热 记住是翻热 因为本身豆腐其实是熟的 大家知不知道 所以呢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如果你还要说一定要 飞水飞很久 煎豆腐煎很久 你一煎得久 那些豆腐 就会硬的了 你一飞水浸得久 那些豆腐都会硬的 大家看到呢 我鲜头飞完水之后 下它的豆腐 大家可以看看时间码 这样呢 我的豆腐是 随便煮一煮的 说得不好听 让它吸一吸味 鲜头我吃的豆腐是有味的 这样呢 就是这样呢 就先可以令到呢 尽量地去平衡 卫生 平衡这个口感 平衡这个食味 大家明白吗 如果可以的话 大家如果是前期保存 那个豆腐保存得好 它没有异味的话呢 其实就不用飞水 亦都不用煎的 行不行 那当然你说我喜欢吃煎豆腐 这个就另当别论了 行不行 好了 接着之后呢 我们大家会见到呢 我们要调味的时候呢 就不需要怎样调味的 主要的味道的来源呢 就是豆瓣酱 咸度的来源呢 就是炸菜 和呢 就是我拌好了的肉碎 OK 行不行 所以呢 如果大家呢 拌的肉碎是比较咸的时候呢 其实基本上就不用怎样调味了 唯一要调味的呢 就是 要增加那个鲜度呢 我们要加少许糖 OK 行不行 因为呢 如果纯粹呢 就是四川的那个豆瓣酱呢 啊 那个皮圆豆瓣酱呢 它那个咸度其实都颇高的 啊 所以呢 我就为什么说 不用再加盐啊 其他东西就去调味的了 但是 糖就一定要加 盖均匀它 OK 行不行 基本上就是这样了 刚刚啊 我吃完之后 我现在吃完之后 那么久啊 是有少少什么感觉呢 我现在剩下来 第一 我的口是没有酸的 大凡呢 我们大家呢 煮菜呢 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呢 吃完之后呢 如果三至五分钟之后 你个口觉得酸呢 那就是说呢 你煮的那样菜呢 就是不合格 或者你的醬料有问题 或者你的醬料有问题 OK 可以不可以 第二呢 就是 我现在呢 口腔就 轻轻就类似于 我吃 艇仔粥 我加了很多胡椒粉之后 接着 然后呢 我吃完之后 现在隔了一段时间 那种 有少少少微辣的感觉 那 为什么今天我制作这个 这样的 村 村味 鱼香豆腐呢 原因呢 就是因为 除了我前面说 是因为有多余物资 其实呢 是因为夏天 我也都说过很多次呢 其实我们适当地去 运用那个新辣味 现在不是叫你吃到 流汗的那种辣味 而是适当 轻轻 不多割的 连BV辣都不算的新辣味 其实是有助食欲的 行不行 那我先头我又说了 我调味的时候 本来我就说 这个呢 其实大家就不用调味的了 不过我又想咸些 这些好饭 为什么呢 因为夏天没有胃口 通常 所以呢 我就浓味一点 再加上本身呢 四川豆瓣酱那种 浓郁 芬香 芬芳的味道呢 亦都是有助食欲的 那我很多时候呢 譬如说 我落楼下的那家上海面铺 那他上海面很好吃的 我觉得很好吃 这样呢 我每次就问他 拿这种四川豆瓣酱的 然后他问我 我一说辣酱 他就给红色的辣酱 我说不是 然后他说 不是呀 麻辣酱 我说又不是 那种皮圆豆瓣酱 哦 他说红色的 是了 是了 就是 那种皮圆的豆瓣酱呢 它是特别开胃的 但是他不算辣的 绝对不辣的 他比起我们广东的辣椒酱 哇 九牛一毛根本都不是 OK 行不行 那我希望大家就明白了 跟着之后 就这样煮的 step by step 很简单的 那我主要呢 总结那里呢 我希望大家分清楚 味道 到底是怎样的分别 就是 我很希望呢 我透过我的说明呢 去让大家想象到 那种味道 到底的分别在哪里 大家明明都是辣椒酱 大家都叫做四川豆瓣酱 那为什么香港的 大牌子的四川 所谓的四川豆瓣酱 为什么不够四川本地生产 叫做皮圆豆瓣酱 那种味道呢 为什么不是用呢 因为那个分别嘛 那我就解释个分别给你听 那香港产的四川豆瓣酱 就只有辣字而已 还有咸字就绝对不香的 所以大家有误会 村菜一定辣 其实不辣的 村菜可以不辣的 OK 好吗 好了 那不说这么多了 阻止大家这么多时间 那去煮下一个菜 今晚有几个菜要煮 就是这样了 拜拜